第三醫師鳳教授他來幫我們整合 台南地區包含雲林嘉義的幾個醫院 那我們做一個整合 大家成為一個短界的網絡跟短界平台 希望能夠在第一時間 能夠來進行腦中風的血栓素 把血栓拿出來 那在剛才的記者會裡面 大家也看到了 我們也看到了明顯的成效 可以減少了30%的沿路時間 可以增加這個30%的成功率 可以來減少很多的後遺症跟病發症 那另外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就是所謂的PAC 就是即興後期的整合性照護 這個是在我們高齡化的一個社會 越來越被重視跟需要的 我們整合了除了急救責任醫院之外 還有社區醫院都拿到整個網絡裡面來 我們即興期的病人即興期結束後 他能夠受到復健的一個治療 強度復健的治療 那可以讓家屬讓病人也能夠放心 那將來能夠減少這個失能 這是我們一直在所做的一個努力的方向 那第二個部分是有關於食安的部分 那大家知道食安五環環環相扣 我們在食品的每一個段落 從生產製造販售以及廠商責任 還有全面監督 這五個環節我們大家都一起來著力 那我們台南是衛生局的食品藥物科的同人 我們的食藥科跟機查科 我們也複建了一個很好的機查系統 那是醫水來做一個食安的監測